我是一彤 歡迎回來 我們要特別提醒在台中的觀眾朋友了 台中明天早上九點開始 必須要停水連續四十七個小時 這是距離上一次乾旱 中部用水供五停二以來 再次要面臨兩天無水可用 大家開始加緊儲水 還有小時天也是趕快把水塔的水給存滿 就怕做生意做到一半沒有水可用 而另外還有美法業者 聽到沒有水也是頭皮在發麻 因為店面沒有水塔 再加上每天都有十幾名客人會上門洗頭 所以你只要一停水 等於就是讓他們被迫停業 兩天要損失三萬多塊 每次只要一停水 法郎業者就會很困擾 因為他們每次幫客人洗頭 洗一顆頭至少要十分鐘 才有辦法把洗髮精給沖乾淨 台中北區這間法郎 每天有十幾名客人專程來洗頭 每天要用水好幾噸 但台中市從三十號上午九點開始 連續四十七個小時大停水 生意怎麼做 因為我們沒有水塔 只能散停營業這樣停業兩天 會損失多少錢 有三萬多 沒水塔無法除水 停水就等於被迫停業 原本預約的客人也只好 請他們改旗再約 受到停水影響的還有這間小吃店 就會流成在地用拖地啊 飲用水的話可能就是會出去買 做吃的用水量也大 雖然先前因為旱災早有準備水塔 但一口氣停四十七小時 除來的水一定得省著用 這波停水範圍大包含原台中市八區 還有潭子大崖區部分區裡 後裏區也有減壓供水 受到影響的戶數 多達十九萬兩千零七十八戶 自來水公司說 這一次是要進行四項管線和設備改善工程 所以停水時間比較長 已經設五十六個臨時加水站 給需要的民眾用 民眾也擔心 會不會像上次供五停二那樣 給水不准時或是一供水就爆管 停水很不方便 但為了有更好的供水品質 自來水公司請民眾忍一忍 會盡快完成工程 快點供水減緩民生和商家的衝擊 華視新聞 熊貓西縣宗 台中報導